疫情发生有时会让人措手不及 江苏苏州的朱女士与丈夫前段时间因疫情被封控在上海 这个月6号终于可以回家了 他们13岁的儿子也独自在家中待了66天 上网课写作业的同时 儿子还将家里的宠物猫狗照顾的特别好 不仅儿子胖了连猫狗都长胖了不少 家里面的话我们感觉都是难以下脚的那种感觉 我们回来的时候 他自己盖的还是冬天的那种被子 因为他说他不会换那个被子好 小区那会没有风控的时候 是可以点外卖的 他的外卖都是我帮他点的 他早上的话都是自己做的 因为他早上要上课 中午和晚上的话外卖多一点 因为他那个时间不容许 他要上课 初中生的作业也蛮多的 周六和周日的话 他会视频教他 然后自己做一些简单的东西 之前的话他连烧水都不会的 然后现在已经会烧蛮多东西了 我们家是有一只狗和一只猫的 他倒是照顾的挺好 在家里面狗子洗澡呀 还要串料堆呀 这些东西都是他在弄的 他自己呢也是胖了 然后我们家的猫和狗回来 我发现都胖了 看到家里面场景的话 看到更多的是心酸又心疼 家里面虽然造成那个样子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从心里面有一点点的生气 其实也是多亏了有狗子的陪伴 让他在精神上面 可以得到很多那个危机 就是他不会感觉到很孤单 小家伙很棒啊 经受住了考验 生存技能满分